Hello大家好,我是恒战神 那大家有没有看鱿鱼游戏呢? 我最近看了鱿鱼游戏就基本上停不下来 然后晚上还做噩梦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是不会后悔的 那这一期视频呢,是一期非常非常特殊的视频 我在前一期视频已经介绍过了 我邀请了我学生里找到腾讯自己offer的学生来做采访 那她呢,是一个零基础转专业的学生 她在这个采访里面呢,会通过她的故事来告诉大家 她是怎么样拿到这个大厂的offer的 而且她是没有一点交互设计的基础哦 然后她入职的还是交互纲哦 所以你们一定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你们一定要好好看 那在看这个采访之前呢,我有个比较重大的通知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课程更新终于上线了 大家去odyssey.coach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更新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是我教UI UX课程一周年以来特别大的一次重大的更新 那这个更新呢,主要包括我新增了这个一站式作品级课程 那大家都知道交互设计作品级呢,一般包括四到六个作品 那我之前的课程呢,一般是一个课程一个作品 所以你上完了一个课程呢,其实只有一个作品 那还不足以你去申请学校或者是找工作 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整合了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套餐 那大家呢,上完这个套餐 从零开始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交互设计作品级 会有四个项目 上完这个课程呢,直接可以拿这个作品级去升学或者是找工作 那第二个比较重大的更新呢,就是我邀请了四位业内资深的交互设计师 来做我们的导师,教大家一起怎么样做作品级 那除了我和之前会参加Final Review的产品经理之外呢 剩下的这四位导师都是大厂在职的资深UI UX设计师 其中还有一些已经做了他们team的leader 然后还有一些已经做了UX的manager 他们都是非常的资深,非常的有经验 有第一手的在职工作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可能还会有内推的机会哦 那第三个比较重大的更新呢,就是我们现在四个主题可以同时上线了 那之前我一般是一个月上线一个主题,一个月上线一个主题 那有一些学生他们就需要等 比如说他想要学这个多成假期 我比如说这个月上线了,这个宠物当家呢,他就没法学了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四个主题呢,已经同时上线了 而且每个月都会在线 所以你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到底想选什么样的主题 好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采访环节 当时是毕业在季嘛,然后本身自己是工业设计背景的 当时其实国内的工业设计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就业的面没有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是没有这个互联网这么广阔的 而且本身我也觉得是工设可能未来的走向 可能是更加偏向于交互,或者说是用户体验这一方面的一个偏重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自学这一块的东西来去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但是我通过自学其实只能够了解个大概嘛 然后其实我也有说,那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去通过实习 然后获得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提升 但是在其实我自己有做自制的一些作品级 但是可能是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那个本身的经验不足 第二是整体的一个设计流程其实还不是非常的科学 然后做了一些作品级的话 其实大多数其实是没有过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基本上都是一个失败的结果高中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我还是要找一个厉害的老师去选一选 然后那时候就正好刷B站 然后刷了刷就看到 然后我也觉得我好厉害这个大佬 我要和他学习 然后正好我当时其实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开课 但是已经在你已经在B站那里有说过会有说有教学这样的 然后我就等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上线的这个课程之后我就有报名去参加到这边去 我被这个课程吸引到的是 就是本身的你的作品级里面的那个展示的东西 然后首先我觉得整体的那个思路都很明确 我对照了一些自己之前做的东西 我就发现有很多的点其实是没有讲到的 或者说有很多方法其实是没有用到的 那么我就在学的过程中我其实最吸引我的就是最开始 有说到一些设计的流程 然后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思路 特别是有说到一个是那个就是不断反复的那个叫什么 然后忘了那个缓 对对就是那个交互设计的流程 然后了解到这个之后呢 其实我本身的思路就已经有比之前要明晰很多 然后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 我其实觉得在这个课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会一个step 一个step 然后去讲解 然后每一步我们需要讲到什么 和下一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我就把整个的一个工作的流程给理顺了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在做这方面的设计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 我其实有仔细去看中间的数据 然后然后去再跟你学习的时候 我也会发微信来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也会纠正我一些这个地方的思路好像不太明确 你必须在前面有所数据的得出 然后才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在我之前的一个想法之中 可能数据导出的结论并不是指向非常明确 这一块也是我觉得我很吸引我的地方 在面试的过程中 其实是有一块就是之前有说一个流程 因为你之前也一直有强调过说 我们这个东西是要有理有据的去得出你的结论 然后从你的结论来推导出你的设计 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很重要 因为你的呈现其实面试馆在面试你之前 其实是已经有过粗略的浏览过的 也就是说大家知道你其实大概会哪些东西 不会哪些东西 大概他通过浏览那些东西是可以知道的 但是你的思路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展示出来 那么我觉得在面试过程中按照你那样怎么教我的 然后我在怎么去给面试馆去解释 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面试馆也说说给予肯定的 就是说思路是比较严谨秘的 然后他们也说到这一块其实就是用户体验设计师或脚步设计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击 就是它的逻辑的严谨性和严密性 我发现现在国内对于产品设计的教育这方面 很多都是特种在UI这一块 又我搜了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其实我一开始不是有在自己 然后其实在自己的时候 他们的职位是用户体验设计师 然后这一块的话 如果说像这一块的用户 就不先说求职这一块 就是说用户体验设计师这一块 在国内而言 它是要兼顾到UI 就是UI和UX它都会有要去做的 然后在这个UI的过程中 它可能更多的是关于一些组件部的梳理 也就是说你只要做出相关的一些样式 然后形成一个组件的部 形成一个组件 然后再应用到具体的一个页面的UX的一个上面去了 上面来 然后我在面腾讯的时候 它其实是说的是交互设计师 那么交互设计师 它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思维 然后相关的一些严谨的思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就从整个的学校的教学来说 其实这一块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其实大多数的 如果说你是从艺术生出生的话 大多数的其实会聚焦在UI这一块 然后如果你要是研究生的话 它其实会讲到一些UX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法 一个思路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由于每个导师的专场不一样 就是有些导师他可能是用眼出生的 用眼出生的 他导致他的重点在于用户研究 而不是最终的研究的结果去导向出一个设计的设计的思路 也就是说中间的一个过程 它不过很明显 然后有些就是UI出生 就跟踪于美观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国内 我觉得现在慢慢在转好之前 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是因为大多数的企业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 他们认为吸引用户的第一感值 就是这个页面长得好不好看 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的出 出现 然后其实现在在国内大读书的厂商 也意识到其实好不好看 确实是会吸引到用户决定用不用它 但是真正能不能让用户真正领不下来 其实还是他的体验好不好这么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开启我自己的新纪元 就是说有学到这个课之后 其实是有开启自己新纪元 因为之前其实是旅选 旅选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当时自己其实也很困惑和迷茫 就是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通过就是失败 就完全不知道原因 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忧心 我也有做又无调研 我也有做框架图 然后就完全不知道原因 但是整体的更完一个流程之后 我在回溯到之前的作品 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很多的漏洞 然后包括步骤上的不完整性 都会其实都是导致最后面的作品被淘汰出来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对于我来说 就是说从公社转型到交互 而且能够成功的进入到国内大厂而言 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墙门砖 至少我可以获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 然后在面试的机会再把我学到的东西再讲给面试官听 其实这样子就离你拿到over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就是他至少开启了这么一个机会吧 对 那现在找工作 是不是其实作品级还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成败的因素 就比如说你之前说的你没有相关专业的背景 你是工业设计的 他是不是只要你的作品级过关 他就愿意去给你面试机会 然后跟你谈这样 对 可以说是这样的 其实在我去面试的过程中 我其实我把整个的东西来 排了一个level 就是说学历 然后作品 然后经验 如果你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最好是和他从事的这个业务完全对口的一个工作经验 那么这个肯定就是最优先级的 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学生 在校学生而言 其实是很稀少 就是有这种 我要做唐讯云 那我之前在阿里云 做过某个阿里云的项目 那这种经验其实是很少 那么其实落到了第二点的重点 其实就是你的作品期 然后如果你的作品期能够做得很好 然后能够展现出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的话 其实这一点往往其实要比学历要更加优先 因为企业招聘你过去是工作的 然后如果你的作品期和别人是持平的情况下 可能企业才会考虑到学历的问题 大概排除为多就是第一是经验 第二是作品 第三是学历 好的 我觉得这么说你可能给其他同学增加了很多信心 因为其他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啊 就很没有信心 对我也跟人家去聊的时候 他们也有其他人就问 你是怎么进互联网这一个情况的 然后他们说我也没有做东西 我能进吗 我说你要就是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你就搞作品期 搞作品期是你唯一能够至少获得这一个机会的一个前提 如果你连作品期都没有的话 就其实你的学历再好 人家也不知道你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人力成分嘛 每次的面试其实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人力成分 是的 而且你说的经验 其实工作经验要找到对口的经验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作品期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能够至少自己能够把控住的东西吧 能够训练能够达到的一个东西 对 听到这些反馈我也很开心 然后看到你工作的这种状态也很开心 祝你工作顺利 好的 谢谢 希望以后能够出更多更好玩的B站视频 我给你一键三连 好的好的好的 一定的 我每次都有看 然后基本一键三连铁杆粉丝 好的好的 谢谢 同学们听完了采访 是不是觉得这个转专业的从事交互设计没有那么难呢 其实真的是有方法可循的 那其实在看视频的各位呢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拿大厂offer的人 那我也期待你来分享你的故事 那大家对于这个课程感兴趣的同学呢 直接可以去odyssey.coach上面报名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 我之前跟大家说呢 我会邀请一系列的拿到offer的学生来做这个采访 那其实我已经采访了很多个人了 但是呢 我发现我在这个整理的视频过程当中 这些内容太多了 所以我之前本来是想做一个这种 把它放在一集里面 但我发现放在一集这个视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呢 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学生offer采访系列视频 那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哦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拿到offer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